大家好,我是大副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去看看 就是平时可能 大家直播的时候 很少就看到的几个狗 都是一些,比如说身上的一个皮肤病 没有完全好的 或者是这个,比较小的那种 还能有点差的 基本上都是在屋子里面睡觉的 然后呢,他们呢,有一个活动区域 其实不仅仅局限在这里 但是这两天因为是下雨 今天天气不好 咱们这块 就是这个床后面 就是之前 种菜的那块泥地 其实这边呢,是已经收拾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给这些狗狗 平时白天的一个活动 活动场地 但是因为下雨,所以就只能在这一块 还有咱们旁边那里 不是有一个围栏吗? 围栏里面 这些是他们呢,就是 在屋子里面住的狗狗啊 或者是身上有问题的这些,他们的一个 活动场所啊 现在的话呢 嗯,就是关于皮肤这类一个问题吧 确实也是 有的狗狗他身上就是一直 在反复,就是好了又 又会洗,所以他也一直 没有把他们带出去,现在好多了 身上但是还有几个 就是说身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 暂时的话,注意安全考虑吧 还是先让他们在屋子里面先住的 然后等到后面 如果这个天放晴了之后啊 那边泥地干了 可以到时候再把他们带过去 然后再给大家去看一看 嗯 先给他们 我抹药吧 今天还有几个需要去给他们去抹药吧 嗯 小宝屁股还是有点 小宝屁股还是有点 小宝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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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现在的填還太冷了 不然的话,能给它洗洗 那淋乱包也会好很多 延的快变好了 是吧 把多还得稍微再给磨了 边缠边 基本上算快好了 不然要医 Oak 家里面又到给这里面的毛汉塞也要去打皮肤病的针了 不让动啊 没事 马上马上好 不会 不动 不动 没事 这个不动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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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烂的话那个研究需要长期给它进去 然后天外老板就来看看还行 不像纸片那种影响 好了 点玩 小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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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